甲午中日战争中,邓士昌不怕牺牲的表现,至今仍让人为之动容。 可在2015年,当考古学家们把致远舰从海中打捞出来时, 发现,原来在致远舰的鱼雷射管内,竟还存在着一枚没有被发射的鱼雷。 为什么邓士昌没使用,而是选择撞向极野号呢? 面对这样的疑问,最后还是军事专家们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, 原来邓士昌之所以这样,归根结底,还是由于武器太落后, 虽然剩下一枚鱼雷,可受限于当时晚清的鱼雷技术, 这个鱼雷根本无法打到敌军,所以当时对于邓士昌而言, 他在敌军的攻势下,所能利用的最后一个武器,只能是致远舰本身。 因为炮舰在高速航行的过程中,其船头的撞脚会成为最尖利的武器, 足以将敌军军舰撞得支离破碎。 面对破碎的山河,清政府虽然软弱无能,可清朝的人却并非人人如此。 邓士昌是中华民族的英雄,而当时还有很多如他一样的人尽己之所能为中华民族而奔走。